独特沙啞嗓音 法拉利姐张婷婷 刚刚推出第三张单曲 甚至为了搞噱头 跑到派出所前唱唱跳跳 跳到帽子都掉了 法拉利姐超用心 还装扮成女警 但事隔不到三天 她却说要退出演艺圈 法拉利姐po文自叹 知名度严重下滑 人气不如从前 虽然为了新歌 做出一番努力 还是没有起色 将从今天开始 暂时退出演艺圈 落差到底有多大 法拉利姐2012年 因为新闻访问爆红 三年后推出个人单曲 整周都见爆 甚至一天能接到 二到三十个节目邀约 不过隔年卷入变性遗云 再出击就没人理 如今因为人气下滑 想退出演艺圈 到大陆卖饮料 超跳动转行 想必真的是对当艺人 感到幸亏一人 记者李梦昌 李一辰台报道